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我们都想要有快乐 你们来到这里 都是因为在找快乐 然后你回家也是为了找快乐 不过我不太确定 你在这里能得到多少快乐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少得到一些 但事实上 真正的快乐和你的心是同在的 真正的喜乐跟快乐就在你心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很重要去知道的 你没有办法从外在的物质上找到真正的快乐 你无法从钱上找到 无法从名声上找到 从小不小物 或从双双锅上找到 从操豆腐 或从素豆腐上 从摩托车 从车子 从车子 车子 从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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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找到那种不变的 永恒的快乐 从任何外在的物质上面找到 要知道这点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 你就能够去开发你内在的喜乐 内在的快乐 也就是不需要取决于 依靠外在的环境的一种喜乐 而那样的快乐是不变的 而那样的快乐是不变的 我也想告诉各位一下 一些科学家们所做的研究发现 科学家们也在研究所谓的快乐 他们去寻找一些能够产生快乐的原因 他们找到了一些原因 但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中乐透奖 就是中那种大奖 第二个就是有婚礼 然后第二种就是结婚 于是他们就研究这两个 首先中乐透奖 那种快乐能持续有助于维持两年 但两年之后 他们又变得不快乐 又像之前一样 有些人甚至比之前还更不快乐 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金钱 甚至产生很多敌人 甚至家庭也很好 有些人很混乱 因为我们的期待 那由于我们有一种很大的期待 当我们的期待越大 你就永远觉得不够 一百万美金 或者十块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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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一千万 首先可能你先期待说 我希望得到十块钱 然后你的心理脑子开始计算 在你還沒得到錢 你的期待就已經開始在計算了 即便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腦子在計算 你的腦子就想 我是可以得到十塊錢的 但是你只獲得了 九塊九分 你就覺得不舒服了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得到十塊錢呢 這是跟想要得到一千萬人的情況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想要得到一千萬的期待時 那即便你是得到了九百九十九萬的這麼多錢 但是呢也只不過差幾塊 你就會覺得是很不舒服的 那於是他們又去研究婚姻結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該告訴你們 可能我會帶來一些不好的消息 所以你們覺得呢 所以當然就不是說不是指所有的婚姻啦 但是呢這種婚姻所產生的快樂呢 是只能持續五年的 OK 那已經結束了 不要再說 因為講完了 不是我的解釋 還是不要再做太多的解釋好了 各位知道這是什麼 你們喜歡辣椒嗎 你們喜歡辣椒嗎 喜歡不喜歡 大小姐 igneи 這這是多少人 多少人 很多人喜歡辣椒 不太小 請追手 那個誰 多少人不喜歡辣椒警局所 多少人搜搜 還可以的 還可以 OK OK 謝謝你們 那這裡有一根辣椒 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感知 對有些人來說這個辣椒是他們快樂的因 如果你喜歡辣椒的話 你會想說辣椒是好的 讓我的食物變得更美味 所以有些科學家研究說那些辣椒是沒有維他命等等 有營養所以對你的血液等等有好處 所以當你看到辣椒的時候你就覺得 哇 你感覺快樂 然後你吃了辣椒你也感覺到快樂 對不對 對 但你們有些人不喜歡辣椒的 就覺得他不好 太辣了 對 我的肚子不好 所以我的中醫師告訴我說不要吃辣椒 對 肚子不好 所以當你看到辣椒時你就覺得不舒服 這個辣椒啊 你會想要這是辣椒 然後你吃到食物就成為你不快樂的因 對不對 還有你們有些人兩個都行 我說我要吃但是可能對身體不好 那怎麼做呢 我該吃嗎還是不該吃呢 那這就成為了既是快樂最痛苦的因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裡只是一個辣椒 但是由於不同的人他們看到了這個辣椒 所以使得這個辣椒成為每個不同人 他的快樂或痛苦或者是苦樂混合的原因 因為是你的心 第一次你覺得辣椒是很好 你首先你的心想辣椒是好的 是很美味的 是對我有好處的 是對我有好處的 於是你就快樂 而你的心說這是不好的 對我不好 而你看到辣椒時就變成你痛苦的因 對於是真正的快樂並不存在於在這辣椒上 如果真正的快樂存在在這辣椒上的話 當你越吃越來越多的辣椒 你就應該變得越來越快樂 如果你吃一個辣椒 你就得到了一個快樂 兩個辣椒 就是兩個快樂 三個就是三個快樂 如果你吃掉它們全部 你的快樂就會變得非常高 如果你吃掉它們全部 如果你吃這麼大的辣椒 你的快樂就會變得非常高 但是你吃這麼大的一個辣椒 你的快樂就會變得像這麼大 對不對 對還不對 對還不對 如果快樂是存在在這裡的話 你就應該變成剛剛說的那樣 但事實上不是 即便你真的要吃辣椒 但是你只是吃了三個 你就不會再想吃下去了 那吃到第四個就不太好了 因此說 所謂的快樂跟喜樂呢 是在你自己心裡的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有些人會說 我會有痛苦 沒有痛苦 這個痛苦 你會說 你看我這裡痛 這個痛不好 這個痛對我有害 但是你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給你按摩 然後就是那種指壓按摩 然後醫生說 痛對你是好的 然後你還會特別安排這個時間 去接受疼痛 你還付很多的錢 然後醫生說 然後醫生不用力一點按摩 你還會說 我付你那麼多錢 你為什麼還不用點力 我還會跟各位講個故事 是個真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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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當我在印度的時候 是當我在印度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沒有穿鞋地走在路上 那在地上就有一些小石頭小木頭 所以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覺得痛 覺得很不舒適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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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陣子 我遇見了一個醫生 是個很好的醫生 是個很好的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給我一個建議 你應該要走在那種 你應該不穿鞋 走在那種 就說比較有那種凹凸的地上 尤其是有些石頭的地上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像按摩一樣 就是有助於你的身體健康 你隔一天我就試了 走在同樣的路上 我感覺非常好 那也是因為你的心 那什麼是我們身體最終極的痛苦呢 死亡是不是 但舉例來說 佛陀在過去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是 他把身體布施給老虎 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故事 世界很多偉大的人 還有在很多其他的宗教裡面 他們犧牲自己的身體 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他人 所以那時候佛陀的故事是 那時候佛陀的故事是 那個母老虎呢 旁邊還有很多小老虎 但是那個母老虎呢 因為沒有吃的 所以很虛弱 那如果他死的話 那所有小老虎都會死掉 於是佛陀的故事是 於是到他把他的身體給這個母老虎吃 他的心也是非常地喜樂的 於是當他在把他身體給這個母老虎吃時 他的心也是非常地喜樂的 所以這個講完了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一种认知,就是以为说快乐是从外在或外面能找到的。 我们觉得真正的快乐并不与我们同在。 于是我们选择从外面去找, 然而透过你的期待,于是你无法答,你无法得到, 而那又制造了问题。 那对你的生活就产生了问题。 影响到你的工作。 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当然还影响到你的身体。 所以这就是一种好像一种循环。 首先你相信我需要从外在去得到快乐。 然后你却无法真的得到快乐从外在。 那又变成是你不快乐的原因。 然后你失去你的能量。 然后心变得很小,很狭窄。 然后你就造成更多的错误。 而那又变成更多痛苦的因。 然后就这样循环。 于是现在你可以想, 真正的快乐是与我同在的。 你的心变得更宽广。 更放松。 于是这也对你的工作好。 对你跟他人的关系也好。 于是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好。 那会让你变得更快乐。 变成良性的好的循环。 好,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再回到禅修。 现在我会教你睡觉禅修。 因为我们刚刚吃完午餐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又做了刚刚十几分钟的一个禅修。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几乎已经有感觉到这种疲倦,呆滞,这种困顿的感觉。 对于睡觉禅修。 对于睡觉禅修来说,我们需要感觉到一种睡意。 例如,为了做声音禅修,我们需要有声音。 没有声音,我们怎么做声音禅修呢? 没有味道,我们就无法做这种味觉禅修。 在这里也是同样的。 所以为了这种无聊禅修,然后疲倦禅修,或睡觉禅修。 我们就会需要这种很不清心,很呆滞,很昏倦的感觉。 这些都是很好的。 我并不是在说,所有时候有这些都好。 这些都是很好的。 我并不是在说,对于这个禅修的练习来说,有这些是好的。 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感觉的话,那很好。 你很幸运。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去练习这种疲倦禅修, 然后这个叫做睡觉禅修。 首先我们会先做这个比喻。 我给你一个例子。 当你觉得很疲倦的时候。 不清晰。 觉得很小睡。 尤其是当你开始要入睡之前,你会觉得很不清晰。 对不对? 可能你的椅子蛮舒服的。 然后你们下面也就是没有很强的灯光照着。 所以你们觉得这样。 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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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察到你那种觉得很呆滞的这种感觉。 去觉知到。 去看着。 好像你在尝这个味道。 好像你听声音一样。 是同样的。 是同样的。 也许你的心变得更呆滞了。 但你还是持续的。 然后你开始要入睡了。 。 可能你稍微又醒过来一会儿。 但是你还是持续的觉知到你这种睡意。 可能你感觉到很疲倦的时候。 一时候感觉到很疲倦的时候。 一种疲倦感。 可能是左脑或右脑一些比较沉重。 或者是你的下眼眶这边。 或你的背部。 或你觉得胸口有点紧。 有些人感觉是在手上或腿上。 觉得有点紧绷。 也有些人会是感受到很舒适的。 有些人会觉得很强的一种紧绷感。 但是就觉知到它。 然后试得入睡。 还在持续的觉知着。 还在持续。 还在持续。 如果你的心能够去觉知到这些感受。 于是睡意来了。 来了。 但你的心还没有丢失掉。 然后睡眠又来了。 所以当你入睡的那一刻。 那时这种睡眠的心就抓到了禅修的心。 于是你整个睡眠都变成了禅修。 于是你睡一小时就禅修了一小时。 这很棒不是吗? 但是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属在这种睡眠禅修中。 有两种征兆。 第一个。 没有梦境。 第二个。 当你醒来时。 你的心仍然就已经在这个禅修当中了。 身体觉得很轻盈。 很冷静。 很休息。 当你看到外在的现象时。 你觉得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亮。 那你需要这两种征兆都有的。 但是只要睡眠, 这就不代表你一直在睡眠禅修。 或者是睡眠。 所以即便如果你只是没有梦的话, 那并不能够确定表示说你就是在睡眠禅修了。 或者是说你只是觉得身体很休息, 那并不表示说你也有了这个睡眠禅修。 尤其是特别的一个征兆是当你一旦醒来时, 你已经是处在一个禅修的一种状态中。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征兆。 你现在就可以运用睡眠、疲累和无聊来作为禅修了。 那这个技巧呢,就是跟你听声音、看色下, 这些技巧都是一样的。 但首先是你的心还是要有一个觉知。 然后慢慢的那个睡眠来了。 但有的时候你的心可能就丢失了。 想到家里去了。 然后睡眠来了。 但是你有回到觉知到这个睡意。 那当你在觉知的当下, 然后那个睡眠招住了, 那你就进入到睡眠禅修。 要不然的话睡眠来了。 当睡眠一到, 你的心跑到了刷刷锅。 于是这个睡眠就抓不到这个禅修的心。 这就变成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睡眠了。 。 那如果你有些什么布娃围巾可以盖住头。 这是有助于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呆直不清楚, 还有一种昏厥的这种感觉。 为了要练习这个疲累的禅修, 或厌烦的或睡眠禅修, 我们就需要有这些感觉。 请关灯。 除了上面绝灯, 其他的都请关掉。 那现在无论你是否觉得很疲倦, 很疲累或无聊或呆滞或困绝, 那无论什么感觉就去觉知到那个感受。 就好像你听着声音一样。 听着声音表示说你觉知到有这个声音。 那我们平常在听着声音时, 我们的对劲就是这个声音。 那现在我们觉知到我们那个呆直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觉知到我们那个呆直的感觉。 于是这种呆直感或者睡眠感就成为你禅修的一个对劲。 那么现在可以拿掉你的这个盖头部, 然后慢慢打开眼睛。 然后将心是处在放在那种无禅修、没有对劲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请开灯。 觉得如何呢? 那喜欢着睡眠禅修的人有多少? 请举手。 啊,很难哦。 很好哦。 。 现在你可以有这种吃的禅修还有睡眠禅修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两个最重要的。 两个最重要的。 就是吃跟睡。 。 那未来可能你想去做些特别的闭关或修行。 那你就只要吃跟睡就可以了。 其实你的发友会问, 你不是应该在干什么呀? 你不是应该闭关或修行吗? 然后你可以问他说, 哦,吃跟睡就是我的修行。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藉口了,是不是? 但是不要去假裝。 所以不要把他真的當作藉口, 我們說其實你根本還不懂得如何做吃跟睡的禪修, 但是裝得好像是懂的,反正是真的在睡覺而已。 那下一個禪修的技巧,是跟我們身體的感觸是有關的。 就是任何我們身體當中的感受, 那主要有三種。 一個是舒適的、樂的感受, 不舒適的感受, 還有一個是中等的感受。 我們都可以去覺知到這些。 尤其是, 不舒適的感受是對我們更有助的。 為什麼呢? 舉例來說,當你有不舒適的感受時, 你的心自然就會跑到那個感覺上。 肚子痛, 或肚子痛。 對嗎? 即便你肚子痛, 即便你想要忘記這個肚子痛, 但是你的心自然還是會跑到那個肚子痛的感覺那邊去, 和那個痛在一起。 對嗎? 或腳痛, 膝蓋痛。 所以你的心總會跑到那個痛上。 即便你不想要去想到那個痛, 但也沒有用。 你可能試得到花園裡去, 就是說散散心想要忘掉那個疼痛, 但也沒有辦法。 你的心會自然地跑到那個疼痛上。 看到花園又想到疼痛。 或是看電影又想到疼痛。 就像這樣。 就是出去又還會回來又一再回來。 尤其是呢, 當你對這些感受有強烈的期待跟恐懼時, 那些疼痛是不好的。 是我的很大的一個障礙。 那這個疼痛呢, 簡直是奪走了我的一生。 那就是一種恐懼感。 我不需要沒有這種疼痛。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沒有這個疼痛呢?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希望。 那於是這種強烈的希望跟恐懼, 反而讓你的疼痛變得更強烈。 科學家說, 因此使得疼痛更糟糕了。 因此疼痛就好像是火。 那麼期待跟恐懼就像是風。 有些時候在台灣會不會有森林大火。 有嗎? 有。 什麼時候? 那就是比較沒有雨季的時候, 然後整個森林就變乾了。 然後一點點小小的火被風一吹, 那火就變成燒起來了。 所以也類似這樣子的。 如果你在肚子裡有個火。 或者在你的腿上、膝蓋上。 那風猴子吸就好像是風。 讓你的這個火變得更強烈。 但是現在, 事實上你能夠運用疼痛來輔助做你的禪修。 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禪修背景之一。 因為非常能夠運用疼痛呢, 能很容易地增長我們的禪修。 你的專注力是很容易能夠進步增長的。 正念也容易增長。 因為呢,我們的這種疼痛呢, 它會有一種吸引力。 那麼,於是呢,疼痛它就會吸取你的注意力。 對嗎? 如果你的心腰跟疼痛, 與疼痛同在是很容易的。 而於是你也會失去了吸收跟恐懼。 就是那種強烈的希望跟恐懼心。 於是疼痛成為你的朋友。 就像我的那個恐懼症。 我的恐懼症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現在我很愛我的恐懼。 誰知道,也許有一天你也會愛上你的疼痛。 各位明白嗎? 有沒有? 所以,現在如何用疼痛做禪修呢? 像昨天的方式一樣。 你能知道如何用疼痛做禪修嗎? 有沒有? 還有色下。 還有色下。 有沒有? 所以是同樣的方式。 覺知到那個疼痛。 昨天我們要覺知到聲音。 今天我們也去覺知到聲音。 疼痛就成為你禪修的對勁了。 這是很好的。 但疼痛仍然在那兒。 但沒有帶著強烈的希望跟恐懼。 你可以開始歡迎疼痛了。 我希望你來啊。 我高興你來啊。 你喝了咖啡。 我們可以一起坐下聊一聊。 所以我們可以來聚會一下。 你這麼跟疼痛說,疼痛也會說好。 如果你有任何的幫助,歡迎你。 疼痛也會回答你。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話,也非常歡迎你。 平時疼痛也會說不。 我會摧毀你的膝蓋。 但疼痛也會說, 你不怕我嗎? 疼痛也會說,你不怕我嗎? 疼痛也會說,你是我第一個朋友。 疼痛也會說,你是我第一個朋友。 然後,你們兩個就交了朋友。 而事實上,這也有助於那個疼痛。 也就是能夠去治療到,比如說你膝蓋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正念跟覺知,它本身有治療的治癒的能力。 因為當我們的心,尤其是禪修的心,到了疼痛上,或到了那個地區時, 於是,我們那種正面的氣,也會到那裡去。 而這種正向的氣,或者我們的覺知,會有助於治療這些疾病。 有見於現今各種天災人禍層出不窮,眾生身心受著許多內外的壓力與傷害。 為此,慈悲置業,成立中華國際詩詩協會。 推廣大乘佛教上供下師之慈悲法門。 體認世尊,師涉此法之慈悲本懷。 如此,不僅能分擔如來家業,不施者亦得福,實為明陽兩立之善行。 修詩詩與焉共法,是增加福報的最快方法。 不僅不施六道眾生,可以增長不施者,福禄受財,生生世世,福受長,善根具足。 也因為不施鬼道眾生,與眾生結善緣,則能免除一切有形無形障礙, 能對我們世間的生活需求、事業有所助益。 國際萬場燕共,自104年4月1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內外共303025場。 不施螞蟻、小魚,自105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至,海內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會南投分會成征義工。 恰循電話,049-2315-999,049-2315-999,地點南投縣草屯鎮,振興街70號。 大家好,我是陳淑芳。 今年83歲已經打完第三劑COVID-19疫苗哦。 打疫苗前要吃飽睡飽,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況良好, 長輩邀請家人和照顧者陪同哦。 到了打疫苗的地方,會有醫生為你評估,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可以請教醫生哦。 選起袖子打完疫苗,在現場休息至少15分鐘以上,確認自己身體沒有問題,才可以回家休息哦。 回家後,記得持續注意身體狀況,多休息多喝水。 如果身體有不舒服,就像一直發燒,超過48小時,還有呼吸困難,有暈眩, 心臟跳得很快,還有全身紅疹等等,一定要請家人帶你去看醫生哦。 我是紫蘇方,請跟我一起捲起袖子,接種疫苗,提升保護力。 令人動容的母愛 在西雙本那,有一位並將魯提的基諾族獵人,每次去森林狩獵都會滿載而歸。 魯提,你又去打獵了嗎? 是啊。 還好啦。 魯提可真是我們寨子裡的神槍手啊,每一次進森林裡都能打到那麼多獵物。 是啊,何止我們寨子?周圍這些寨子裡沒有一個獵人能比得過他。 你說這樣也是實話的,他的技術真是超群的。 嘿,花花,想我了嗎? 魯提一直獨自一人生活,唯一和他作伴的只有這條小狗花花。 他倆一同吃,一同睡,一同玩耍,就像一家人一樣。 森林裡住著很多兇猛的野獸,其中最為兇猛的是一頭母豹。 牠頭上有塊蛤蟆形白斑,寨子裡的人都稱呼牠為白斑母豹。 這隻白斑母豹兇猛無比,經常在夜晚襲擊森林邊的村寨,五十村民饲养的雞和牛羊。 大家小心啊,白斑母豹進寨子裡了。 那隻母豹呢? 唉,跑了,可惡的母豹。咬死了我家兩隻羊,還叼走了一隻小羊。 沒傷到人,已經是萬幸了。 唉,這幾隻羊可是我家裡最值錢的東西了,這下子可怎麼辦呢? 終於有一天晚上,這頭白斑母豹又一次闖進了寨子裡。 蛤蛤,蛤蛤! 蛤蛤! 蛤蛤! 由於夜色太黑,鲁蹄這一槍沒有打中白斑母豹,它飛快地相失在夜色中。 蛤蛤!蛤蛤! 小狗蛤蛤的死去,讓鲁蹄非常痛苦。 它下定決心要殺死白斑母豹,替花花報仇。 鲁蹄,你這是要幹什麼? 我要上山找那隻母豹。 我要殺了它,替花花報仇。 哎呀,鲁蹄,那隻母豹可厲害著的,你一個人能行嗎? 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然而,鲁蹄在森林裡找了好久,也沒有找到那頭白斑母豹。 之後的幾個月,那隻母豹也再也沒有到寨子裡來。 但是鲁蹄,仍然每天都去森林裡尋找白斑母豹的洞穴,還要替花花報仇。 鲁蹄,你又要去森林裡找那頭白斑母豹嗎? 說起來,那頭母豹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出現了。 它不會是跑到別的地方了吧? 哼,跑掉的話算它運氣好。 否則讓我找到了,我非開槍打碎它的腦袋不可。 唉,它對那頭豹子的仇恨可真深啊。 是啊,花花一直陪伴在鲁蹄身邊,它倆就像一對兄弟一樣。 白斑母豹咬死了花花,鲁蹄怎麼能忍下這口氣呢? 這一次,鲁蹄終於找到了白斑母豹的洞穴。 而且它就在洞裡,因為鲁蹄能夠聽到它急促的呼吸聲。 這不會就是那頭白斑母豹的洞穴吧? 鲁蹄趴在洞口,點亮手電筒。 刺眼的光柱把石洞照得非常明亮。 一頭渾身布滿金錢般的母豹正趴在洞裡。 鲁蹄清楚地看見它頭上的白斑。 鲁蹄的心砰砰地跳動。 果真是那頭可惡的母豹。 鷹把你打死太便宜了。 出來吧,砸走,我們較量較量。 然而,洞內卻靜悄悄地。 那隻白斑母豹竟然趴在洞裡,毫無要出來的意思。 膽小鬼,你害怕了,不敢出來了。 那好,那我就把你打死在洞裡。 這時候,洞裡傳來了一陣淒慘的滴吼聲。 在閃亮的手電筒光下,鲁蹄看到白斑母豹山下滲出一團血。 仔細一看,母豹尾巴下正湧出一團團血末。 兩隻剛出生的小豹仔在血中蠕動,白斑母豹正在分泌。 鲁蹄想起了死去的花花,也是狠狠地想。 現在這隻母豹這樣屈弱地連戰都站不起來,正是殺死它的最好機會。 滾出來吧,畜生! 你再不出來,我就把你們母子三個一起打死。 白斑母豹艱難地用舌頭舔著小豹仔身上的血污。 它似乎在傳遞著一種惆悵的母子別情。 鲁蹄看著這一幕後,不由地心顫了一下。 可是,一想到死在它嘴裡的小狗花花,又狠下了心。 不行,不能原諒它,我一定要替花花報仇。 白斑母豹終於出來了。 它四肢無力地爬到洞口,眼睛暗淡無光,嘴角顫動,眼角落下一滴淚花。 母豹無奈地望著天。 一身花紋緊簇的豹皮,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一副聽天由命的絕望表情。 它不跟槍口抗爭,它用身體擋住洞口。 它不讓致命的子彈鑽進洞裡,因為洞裡有它的孩子。 這凶狠的豹子也有那麼偉大的母愛嗎? 魯提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 它寧願看到母豹倉皇逃跑,也不願看到它為了保護小豹仔而從容現身。 魯提氣壞了,它撿起一塊石頭砸向母豹。 石頭正好砸在母豹的額頭上。 尖銳的石頭砸破了它的皮,一缕心血順著額頭流下來。 它只是閉了下眼睛,用警戒的暴眼瞥了一下眼前的少年。 依然像釘子一般堵在洞口。 魯提沒有開槍,她最終還是不忍心殺死剛做母親的豹子。 面對偉大的母愛,她只有轉身,默默地離去。 印經功德殊盛行,無邊聖福皆迴向,普願成立諸眾生。 素枉無量光佛叉,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赫薩,摩赫般若波羅蜜。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他多次之一。 弥強的錢和百多萬在花ain一切。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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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給許多萬在花心火里。 欠陸、小兩點。 感動和高涼感,咨子,打造成小礼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让生命受苦 这那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